新华两岸快乐平 大家好是吕露 距离上一次土房哥走红没过多久 那么最近绿营又出了一位鬼城姐 日前在台湾的一档正论节目当中 主持人造谣大陆经济惨到一个爆 北上广山都变成了鬼城 而号称经济学者的节目嘉宾也是附和表示 他对大陆春运和过年表示悲观 面对这一番唱和不禁让人感叹 鬼眼看啥都是鬼样 有媒体报道称主持人和节目嘉宾 其实都接受过高学历的教育 但是这些人的言论却是屡屡被网友嗤之以鼻 对于这些鬼扯之论 那么大陆网友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不少岛内的网友也拿来当笑话看 那么为什么明明被很多岛内网友笑话 这些绿营媒体人还频频通过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来抹黑造谣大陆呢 答案正在于他们身上的颜色 民进党呢 虽然是台湾地区的执政党 但是在这个党的灵魂深处啊 依然是一只选举野兽 民进党上台之后呢 关于仇中反中的炒作 不仅没有放缓 反而勾结外部势力 不断加码挑衅 目的就是要靠这种仇恨动员 维持选举时的高声量和高民调 以此相搭配的是民进党当局对政敌和对立媒体舆论的绿色独裁 关停中天新闻台就是其中的一个显著的例子 那么除了像中天新闻台这样被直接关掉的媒体之外 被查水表的岛内媒体数量呢是更多的 在这种绿色独裁的氛围之下 政治立场偏绿的媒体顺风顺水无所顾忌 立场与民进党不同的声音呢 则会遭到无耻的打压 这是为什么啊 这几年绿营媒体呢 跳梁小丑言行越发肆无忌惮的根本原因 民进党当局呢 上梁不正 那么岛内的绿色媒体下梁跟风 叫的岛内的舆论场乌烟瘴气 这些绿营人士的言论 当然无法代表广大台湾民众 但是不得不说啊 岛内还真的有一部分绿营铁粉 认为这些绿营媒体人讲的是事实 要破除这些人的执迷不悟 除了大陆媒体及时发声 及时垂他之外 恐怕呢 也只能等待立案统一之后 才能让这些人睁眼看大陆了 新回来安快睿评 我是李璐再会